好法師好還有所有的就是各位先進應該全部人都是我的先進因為我是菜鳥然後然後聽說也有醫生醫生最怕台下有醫生這樣子 好那我是真楚人然後上次放鳥師傅一次所以這次不能再沒有來這樣子對因為年輕人其實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就是我們要年輕人常在社會上雖然講話有時候比較尖銳或什麼但是我覺得那些是年輕人盡量希望能夠見到事情真相的一種方式但是由於很多人已經不想再面對 面對事情的真相所以他就會聽到有人在面對真相他覺得很不舒服所以他會說年輕人如何這樣子當然有些年輕人看到事情的真相方式有點膚淺但是我想一開始我想法師找年輕人來我想我可以分享的應該就是這個因為很多就是大家等一下看我的簡報先不要往後切不然等一下就破梗了就是我的簡報就是很爛然後也沒有什麼知識也沒有也沒有什麼深奧的什麼都沒有這樣子然後我 我也不知道原宇宙但是那時候師傅說我來我就說就是一定要答應這樣所以我就來了對然後 然後 呃 首先就是我覺得這是年輕人的找的意義啊不然我跟師傅不然我那時候跟師傅說是那個主題我也不懂啊然後然後那個專業我也沒有啊因為醫生就是 就是啊那個醫生耳朵對醫生就是只懂自己的東西然後呢但是因為他有一些社會對他想像的的一些帽子所以呢他就儼然的好像他什麼都知道然後我先承認我沒有這樣子對我盡量希望不要這樣子對然後那個想像其實也跟元宇宙有關就是那是你對他的一種你那是你對他的想像就像剛剛那個建築師講的去去看病啊然後你認為醫生對你很好那個醫生不一定有對 那是你對他的想像他對你的這個很好這樣子對因為刷卡他就會對你很好啊然後他其實他也沒有其實他從來就沒有對你不一定啊我不是說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是這樣想而是你自己去看了之後你自己心裡產生一種想像然後你認為醫生對你很好然後你也很滿意的就回家其實也沒有不行啊但是你必須分清楚真相跟你想的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現在是真相現在是那個想像符合你的期待所以你會很滿意但是真相如果不符合你的期待呢你可能嗯就不好說對好那那另外就是我想說的嗯另外一個就是剛剛呼應前面講到的就是說呃我們台灣雖然有很多寺院建築啊什麼但是我覺得華人的所謂對宗教的那種熱忱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直擊在利益交換上面的熱忱對就是他來這裡你看你去看華人跟外國人的宗教我們都會貶低說外國人的宗教是一神信仰啊很像偶像崇拜但是其實我們華人的利益交換是宗教信仰也很可怕對因為我們華人都是有事的時候才會去寺廟 沒事的時候不會去有事的時候就會來參加法會因為他要寫排位但是他不care法會內容是什麼對對好這是我呼應前面的啦其實跟我們後面的講的也會有關對那我想年輕人來不能只有講這個嗎年輕人來就是就是而且其實你呃我認為這是其實不是只有年輕人這樣只是年輕人的意向跟這個比較可以結合 對但是我覺得我們只要把自己的心態轉變成願意去看見事情的真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變成年輕人這樣子因為我們就卸下我們身上很多包袱這樣子 然後另外第三個我想分享的就是呃其實我們在就就像大家去看診那我們比較少門診的經驗我們年輕醫生都是在醫院的住院病房啊那其實很多時候我不曉得大家一定有自己自己本身或者是家人或者是親友住院的經驗那其實呃 呃大家都很希望被醫生看然後呢然後呢不喜歡被護理師看也不想被其他任何之類的人看對然後那有好也有壞啦但是我想大家會有很好的經驗也會有不好的經驗因為醫生也是人做的他也他只是去上班而已那所以呢他不一定可以滿足你所有的需要對所以我覺得 呃這個就就就我從這裡開始講就是因為呃因為醫生是什麼醫生就是考過醫師國考啊的人這樣而已就是其他的這些想像都不是真的都不保證他只有保證的事情就是他有醫師證書這樣其他都沒有保證對那也不保證一定有醫術哦譬如說我醫術可能也很爛這樣子但是我確定我有那個證對啊那呃我想說 我們做的就是說從這個事情來看我們哎呃講得太激動就是從這個事情來看的話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呃有時候你很期待醫生來看你但是醫生通常都來看一下而已對但是其實醫生真的那麼忙嗎有些醫生很忙沒有錯 但是其實其實在醫院裡面你有沒有發現他他他醫院是一個上對下的關係你是雖然現在有漸漸平就是比較像走向消費者的那種消費者跟攻擊者那種概念但是本質上還是有你是被被迫執行某些食物這樣子 那醫生是一個比較在上位者的角色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齁就是我自己會希望多去看看病人因為其實年輕的醫生不一定有像資深的醫生那麼多專業的能力啦 但是那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時間培養也不是你瞬間可以變成那樣那是我們這個年紀的醫生應該要努力的目標之一但是不是唯一 對因為那個心是從出生的時候就有了對然後他也不是只有某某學校才可以教你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因為我們在強調醫學教育的時候我們會被教育你你去看病人當然是這樣我們不是去跟病人聊天聊天然後回然後就然後就可以下班了這樣子對就是但是也不代表 因為他這個話是要傳達給醫生一個訓練醫生的一個概念就是你去看他你是要從他身上學習然後呢去對照書本然後呢再精進你自己的能力接下來你看不同的人的時候你都會能力增強沒有錯然後有些人就會交往過程他就他就他就變得很很功利就是他只看你然後他就認為你這個沒什麼為什麼他不多看你因為你這個沒有什麼 我可以學習你是小病所以他不想多看你我不知道我這樣講這個應該這個錄影應該要刪掉才對對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要講一些真相至少我從我看到當然有些資深醫師可能會不這麼認為但是我想我不是只是年輕人的看法我是我們有學習佛法的人試圖透過佛法去觀察這個世界而得到一個一些觀察的心得分享對那他不一定因為 因為就是這樣比如說我們有的醫生也會說這個病人不太這些這一次來的住院的病人都不太有趣什麼叫不太有趣就是你病的不夠嚴重懂嗎然後我們我們有些有一個我遇過一個很好的醫生他講一個話我一生都不會忘記他說不要常常唱隨便的就是你認為病人只要有一點有趣就代表他他們全家都要陷入一種慘痛 哪怕是一點就比如說我們可以學習哦他這個癌症轉移了然後你第一次從書上跨越到真實的境界知道說癌症肺癌真的會轉移到腦然後然後呢我們都會考試但是沒有你真的看過的時候你那個印象會不同但是你同時也要知道只要有一個人被你看見就代表有很多人必須成為 受苦跟陪葬品對這件事情是你不要割裂這兩件事對那我想談的這一些主要就是要想我想提出的問題就是 呃並不是我並不是說醫生有這樣做就是不對因為我一開始一直強調醫生也是人做的每個人都是跟大家一樣然後由於我們都有自私的關係所以會先為自己考量我可以休息的時候為什麼不休息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花費時間跟你關心呢對不對那其實其他各行各業也是一樣我可以嫌快的時候我就來嫌快但是你的電腦不會因為你沒有去關心他他就不高興或是他受傷但是但是我我們的客人會會很傷心這樣子所以我想提出可以幫我切下一頁嗎我的slogan我我我後來就不想想自己想slogan因為我們自己想的slogan都很沒有那個 對那個主師大德的slogan還是很有加持力的所以我都會選那個這樣也比較偷懶對不對對才不會想一大堆然後最後人家覺得你這個普普但人家要不好意思跟我講對所以洪一大師有在晉江草安寫了一個用草安這兩字寫的那我寫很小的字就是代表你不用看的意思就是你只要看大字就是 勿忘是這樣苦人多有時候我覺得大家可能 其實醫生沒有什麼特別醫生就是看到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這樣而已但是極端有兩種一種就是他選擇看得更深一種是選擇 假裝沒看到這樣子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其實大家不要認為我不是醫生我沒有在醫院我看不到其實你 你可能可以去醫院看一些然後你在路上你的敏銳度就會變高其實還是很多人 非常辛苦那我想我們看到辛苦的之後是希望我們的我們的心更不要忘記這些人而不是看久了然後變成麻痺就沒有就你就 這其實就是這樣啊你看一件事情你如果想法錯誤之後你就後面都都離了海啊那所以我想第一個提出的就是我們要改變自己就是我們要多去 觀照世界上很多辛苦的人其實他就在你身邊沒有離很遠因為醫院的病人你不是一天到晚住在醫院嘛他就是從你的鄰居收集來的啊對啊所以我想第一個是希望 我們當然沒有到安門長遠但是我們也不要把家門關起來好像只要不是我家的事都不干我的事對那我們漸漸就不會有那種以自己為中因為你就是太關注我自己了嘛 只要我可以休息我幹嘛跟你聊天這句話就是你很在意你自己的休息所以你不想浪費時間去跟你們講話浪費時間去看病人懂嗎很多同學是這樣啊就是我幹嘛浪費時間去看你這句話當然是在 門關起來的時候講的對所以我第一個想提出的是這樣那第二個就是呃第二個就是呃我們去看病人的時候我自己有時候是 呃你不要一直想我我要耗費多少你應該想我真的想跟他說什麼這樣子那就不會產生這麼多問題那我覺得我們有時候去看看病人一方面我們有時候跟他聊天有時候有的病人你沒有要跟他聊天我們可能就心裡想呃希望他的病可以趕快好一點其實你只要產生這個但是很多醫生不一定有這種想法他只是想我一一一一一一就算了啊你會不會靠那你連起一個 我希望他的病人都很少對雖然我有可能別人沒有告訴我但是呃我覺得會有的機率也不是很多由於自己本身的心沒有訓練的關係還有這個社會上給我們的業務量很多你雙重交迫之下就會死很慘好那所以我想提供給大家的下一個就是呃呃可能沒有什麼時間了 我覺得這本書做的超級成功應該要很端身正做人啦這本書呢這個封面就對了做這個封面才不會被年輕人嫌棄嘛對不對你做那個有的封面一看到就是讓佛法衰微的封面嘛對不對對不對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大家要多多的把這本書我剛剛來了才發現然後大家可以看第113114頁 大家都是比我送華眼鏡還要多變的人那華眼鏡裡面自首菩薩問文書菩薩說應該沒有講顛倒吧對然後呢他就問說要如何如何然後問了好像餓死的問題然後他就說意思就是要問要怎麼樣做才可以好的都沒有來就對了都沒有贏就對了然後呢那文書菩薩就告訴他說你要你要善用其心就可以 都可以全部你要的都可以獲得所以善用其心後面他有舉例請幫我看下一頁這本書的115頁吧好像有那個套公式就是你要怎麼用心下一頁我舉了兩個例子就是呃就是要當怨眾生這個其實大家很簡單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想我你看到什麼病人就想我要為他好你只要起這一念就很困難但其實也很簡單大家認為很困難 事其實都很簡單辦到只是我們有沒有要求我們自己我就是要這樣你一開始會覺得嘿就假生欸但是其實假生就很了不起欸對因為一般人連假生都不願意對就會直接死亡對我是說心死亡這樣子好我要看一下我們沒講所以我想要點結元宇宙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每個人都世界都投影在我們的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一個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其實可以說是都是不一樣的 那呃每件東西你我都是你是投影在我的世界當中我的我也是投影在你的世界當中但是我們的元宇宙我們透過各種就是我們透過當怨眾生透過去對其他人發好的心好的心意思就是不要為自己就是好的心的開始那我們不要為自己的話我們的我們自己的元宇宙就不會跟別人的元宇宙形成一種隔愛隔愛之後就會產生無窮無盡的問題那我們透過多 多讀經多對別人發好心的時候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那個元宇宙會一直呃怎麼講呃我們一直添加新的材料進去就使令我們的元宇宙提升為跟佛的一樣就是我們講的地域法界跟佛的法界差別我想表達的是這個意思不然別人都說你講那麼多都沒有跟主題有關對不對對啊然後所以這是我想表達為什麼我要講前面那些事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發好的心 這樣那發好的心光說不戀沒有用所以我們大家呃下午要留下來受呃三規無界因為三規無界就是告訴你你你別用嘴講了你給我去做這樣子對好嗎謝謝大家